Hello,大家好,我是施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國際娛樂新聞 今天一定會跟大家說說全球都關注的國際娛樂新聞 關於美國影星珠尼特浦和前妻安巴拉克德 為了方便稱呼,我就會直接說男的和女的 我相信各位觀眾對於這宗新聞都有點初步的認識 即是都知道究竟他們爭拗什麼 但對於一些不太清楚的觀眾都不要緊 因為井仔今天這集是做一個懶人包 將這件事發生的重點 用廣東話去告訴大家 究竟這六年這兩個荷里活超級影星 究竟他們的婚姻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他們為什麼會罵上法庭 以及誰贏誰輸誰才掌握理據誰是謊話精 以及說過什麼謊話 都會在這條影片跟大家說說 不過因為這條影片只是說重點 所以有些我認為不算是重點的事情 說許我會忽略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一點見諒 首先由結論開始說起 7個人的陪審團裁定男的就贏了 至於女的就需要跟男的賠償1500萬美金 至於女的就不是說沒有贏到的 她贏了少少 贏了200萬美金的賠償 但是大家一減了就知道還有1300萬剩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律師費這件事 所以那女的將來都會相當頭痕 而且那女的就被法官裁定了她可以獲200萬美金的賠償 但究竟她之前是要求賠償多少錢呢 原來那女的最開初是要求男的賠償給她1億美金 1億美金就變成200萬美金的話 即是說100元就只有2元 大家就知道究竟是多麼可憐 至於剛才跟大家說的 男的就說獲得1500萬賠償 但是當中有500萬是屬於懲罰性的賠償 但是根據美國的州份叫做維珍尼亞州 他們當地法律所說的懲罰性賠償上限是35萬 所以男的實際上能夠獲得的賠償是1035萬而已 不過錢這些東西就是少 因為他們這些荷里活巨星 老實說你再拍兩三部電影 做下代言、做下廣告 或者跟大牌子簽的新死約 其實錢想要的話很容易回來了 不過最重要這件案的重點就是 男星被女星說了很多謊去屈他 現在終於是沉冤得雪贏了 出這口氣更好過拿幾千萬美金 接下來就會以重點懶人包的方式 去跟大家說一下究竟這件事的物落究竟是怎樣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井仔今天出了一條影片 去支持一間不為人知的正常人藍店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光顧這間韓國賽 我們今集節目正式開始了 這個男明星和女明星 其實他們一早在2015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洛杉磯結婚 但是在2016年5月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的婚姻出現了問題 女兒已經向法院申請離婚 她就說 其實一直都是遭受男的家暴 並且向男人發出禁制令 當時男人被坊間說 這個人人品很差 打老婆、壞人 以後拍戲都不要找她 令到一個男明星的形象完全受損 最後兩個人在2016年8月達成和解 女兒最終獲得700萬美金賠償 兩個人的婚姻在未夠兩年正式結束 原本大家都以為 這件事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肚子也被你說臭了 還要賠償700萬美金給你 都快要5000萬港幣 你還想怎樣 但是想不到 這個女兒依然死心不惜 在2018年12月的時候 她就投訊到華盛頓郵報 講述自己受到家暴的心努力情 雖然那篇文章沒有直接提到 誰對待她 但是曾經只有她才跟她結婚 就算不開名也好 誰都知道是你以前的老公 所以自從這篇報道一出之後 令到男明星的事業大受影響 由於去到一個很影響的地步 所以男的決定向女的展開提告 去控告女的誹謗 並且一開始要求女的賠償5000萬美金 至於女的被告的時候 她也反告男的要求 你賠償1億美金給我 於是就打官司 打官司的時候 當然就要看看究竟什麼是真相 究竟她有沒有打過你 究竟她有沒有對你做過什麼 只要證明到有某些事情真的發生了 有證據的 或者有錄音的 或者有影片的 自自然而就知道 誰才是真正受害者 誰是說謊 誰需要賠錢 結果這個女明星所說的謊 逐一在庭上被揭發 最初女的曾經說 男的曾經用過酒磚 不知道怎樣怎樣自己 但是男的就用一個新的證據 去反駁這個不實的指控 並且公開了前妻說 發生這件事之後 兩個人的親密合照 在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女的完全是什麼傷都沒有 完全沒有痕跡 相反男的手指是被人用沙布包住了 另外 當女方接受男方的律師盤問一些細節的時候 她就說 這些感覺來的 我都不太記得事情順序來做回應 跟她之前 上一宗官司 在2016年的那宗官司所說的話 完全相反 另外 男的也情相了前妻 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 寫給她的情書 當中信中寫了很多恐怖情話 就說 真愛不單是激情的瘋狂 我要撕裂你這些什麼說話 跟這個女的一直在傳媒鏡頭 扮受害者的形象 大相傾聽 另外也有前狗仔隊揭發了 原來這個女的 是曾經擺拍過那些瘋狂的相片 知名的八卦網站 叫做TM2Z 應該是國際比較出名的狗仔隊 八卦雜誌 曾經獨家披露了這個男的 曾經在澳洲有路窄廚櫃的影片 曾經任職這個網站的狗仔隊 其中一個人在回應事件的時候 就說 為什麼他們當初會有這段影片 那男的發浪窄地弄個廚櫃 他們就說 當初是透過一個爆料信箱 去得到這些獨家影片 但就沒辦法聯絡真正的爆料人 不過他就在庭上透露 他就在2016年 大家留意時間 又是2016年 在當中的五月尾 他就接到一項任務 被指派到法院去拍攝這個女的 在申請針對男的臨時禁制令 之後離開的畫面 他益術當時的畫面 就是說 當時那個女的 是故意停下來 再看向鏡頭 並且展示右邊的傷痕 證實了 原來這些照片是擺拍得回來的 有些像香港的女明星 即是香港有些比較韌的明星 以前是會跟蘋果日報的狗仔隊合起來的 例如說自己很梅 故意去引人 激怒他 蓋了之後 然後又哭虎哭佛 然後剛巧有個記者拍到 這裏紅了 瘀了 他要撞我 要報警 然後 就會變成所有娛樂新聞都去關注這個女明星 然後這個女明星可以紅 知名度高 又可以繼續在娛樂圈生存 又可以在這裡接拍廣告 其實香港娛樂圈和國際娛樂圈 即是有某些女明星會做的行為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致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還有 對於這宗官司 其中一個重點來說 究竟這個女子 在這段兩年都未到的婚姻期間 究竟有沒有在婚內出軌呢? 因為最近在庭上 亦都是世界首富的Elon Musk 原來就好像曾經跟他有個婚愛情 那女兒就怎樣去解釋這段情呢? 她就說 當初跟男的在婚姻後期 即2016年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就會經常發生爭執 原本是打算和男的一直去出席時裝界的盛事 但因為在活動之前 聯絡不了自己的丈夫 只好自己獨自去出席 之後在晚宴 她就認識了Elon Musk 並且兩個成為好朋友 那女兒堅稱 在離婚後 大家才成為戀人 無論怎樣說 這段時間看上去是相當尷尬 究竟是分手才成為戀人 還是你們當時兩個是互生情素 所以女兒才會選擇離婚呢? 其實那女兒真的相當幸運 因為如果這些新聞發生在華人的娛樂圈的話 那女兒一早就玩完 聖濤就算你幾點點點都好 你也是玩完的 王力雲也是這樣 王力雲也是類似這些事情 實際上王力雲沒有犯過刑事 李雲迪也是 但是她的罪行不嚴重 但是我們華人看很多道德的事情 都是看得比較重的 原本這個女兒和Elon Musk 互亂地去搞的時候 荷里活西方人比較開放 所以就接納了這些事情 有時候西方的女明星 他們算是比較幸運的 例如我印象中有些歐美女明星 是因為他們用iPhone 以及iCloud的東西 被黑客破解了 拿到他們裏面的影片 到處播放出去 正常來說 華人社會已經徹底玩完了 但他們依然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有時候西方思維開放一點 我們理解的 他們是那一套 但是對於說大話 去屈人這件事 無論放在哪裏 中國、韓國、日本 還是歐美的娛樂圈 甚至乎不要說娛樂圈 連同政界和商界一起說 是沒有人能夠接受一個女人 是經常說謊 而且是惡意說謊 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 而獲取更多的利潤 所以婚愛情這些並不可怕 畢竟西方社會接受了 但是現在被人踢爆了這麼多謊 這個女的甚至乎被一些報章 已經稱為 荷里活最討厭的女人 這個女明星亦有出現過水行俠2的角色 已經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網友要求 有沒有辦法剷走這個女角色 有沒有辦法找其他女明星去補拍 總之以後大家都不想見到這個人 如果這部電影有這個女明星 哪怕他只出現一秒鏡頭 大家都決定罷了 當然這個女明星說謊 其實還有很多 小姐還沒說完 那就繼續再說吧 其中最均動的就是 原來Elon Musk 曾經幫這個女明星 支付過一筆50萬美金的捐款 當初有個慈善組織的負責人 在庭上作工就說 這個女人曾經答應過 在2016年收到一半的離婚和解費用 大概350萬美金的時候 就會分期捐給慈善機構 但事隔了6年 明明說好的350萬 只收到130萬 大家留意 全部都是用美金做單位 還有130萬的美金當中 原來有50萬都是Elon Musk去捐款 並且在2018年之後 也沒有收到任何捐款 而2018年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這個女明星和Elon Musk 分手的時候 所以能夠證明到50萬是Elon Musk 但是剩下的80萬 會不會是說 其實也是Elon Musk 不過是剛好 大家還在熱戀階段 所以沒有你那麼多 所以沒有一些銀行過數的紀錄 去證明這塊錢是Elon Musk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法庭上 特別是這些高規格的官司 所有東西都要說證據 例如說 現在井仔燕兜兜給80萬美金 你拿了的話 如果沒有一個影片 或者沒有寫欠條的話 你拿著那80萬美金 你都可以說 那80萬美金是你去捐錢 而不是井仔給了那塊錢去捐 那塊錢就是屬於井仔捐的 所以在這些這麼尷尬的時候 也都令到別人質疑 究竟這個女的 是否當初為了光環說就說捐錢 但實際上一元都沒有捐過 甚至乎是水了自己 當時曾經做過世界首富的男朋友 Elon Musk 幫他捐了少許錢 幫他賺了少許光環 還有 這個女明星是說 連他的前經理人都上庭公開 他們之間的短訊內容 爆出了 原來這個女明星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愛過Elon Musk 只不過是拿他來填補寂寞空虛 全球首富慘被淪為工具人 我們廣東話就是做兵 而Elon Musk 也在判決前首度開刊回應 在社交平台留言寄予兩人 盡快放下過去 只為他們在最佳狀態的時候 大家表現都相當出色 這一句我只是報章怎麼寫 我怎麼讀 但我讀下去好像有少少背後的意味 另外和大家回歸到其中一個重點 女兒之前一直堅稱 老公罵我 但原來反過來 事實就是 原來女兒是曾經出手去罵自己的前夫 對於女兒被指控曾經被罵過她老公的鼻子 男兒在庭上親自還原當時的情況 反指是女兒突然在她出門的時候 在背後大力撞向她 嚇到她 當刻馬上額頭靠近對方 希望她能夠冷靜下來 但是 那種額頭碰著額頭那種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像到 但女兒堅稱 自己的鼻骨斷了 把她推開 隔了幾分鐘後 拿著一張染著番茄醬的紙巾給她看 但最後當她撿起紙巾去看 發現原來上面的東西 是用紅色指甲油去假扮 還有在庭上公開了不少驚人的錄音 例如藍那邊分享了一段 是女兒的親口承認有砌過藍的錄音 當中這段錄音是說 女兒跟藍的說話 你去跟全世界人說吧 你這個藍原來是被人砌的 就看看全世界是誰相信你吧 這段錄音是令整個世界的輿論 終於指向在女兒身上 還有這個女兒也說了一個很知名的謊話 就是穿越時空的遮瑕膏 在這宗官司前期最具爭議性的就是 這個女兒曾在庭上拿出了一盒穿越時空的遮瑕膏 女方的律師就說 兩個人在2015年的婚姻生活當中 女兒經常被一個男的咀 令到她幾乎是化妝品不離身 而當日程堂的那盒遮瑕膏 正正是女兒經常用來化妝的工具 亦令她因此學會了混合不同顏色 隨著時間變化的乳青 但是遮瑕膏的品牌就在網上反駁 就說 哈?2015年? 哈?我款遮瑕膏2017年 在兩個人離婚後才出的 時間線上也證明了 女的一方提供的證據根本不吻合 也是間接踢爆了女的有可能提供假證供 質疑這個女人根本是說謊成性 證供的可靠性也成疑 就此也引發起爭議 她的律師事後就說 不是的 其實這盒遮瑕膏是用來說明道具的 不是說真的這隻牌子 但沒辦法 已經沒辦法挽回女的提供假證供的嫌疑 還有 女的不單經理人出賣她 連前助理都出來作證就說 其實女的連她媽媽都害怕了她 那女的前助理就在庭上說 其實這個女的性格相當之好性 甚至乎連她媽媽都害怕了她 作為她們男明星和女明星之間的婚姻輔導員 也透露 那女的私底下性格 因為在她們諮詢期間 即是做婚姻輔導期間 那女的不斷打斷男的發言 那男的有時候為了避免衝突 很多時都是沉默應對 說到這裏 如果你是男觀眾的話 再加上你是有一定程度年紀的話 相信大家男人有時候很明白這種狀況 另外 也有其他證人披露女明星的暴力傾向 她的前助理曾經因為身金問題 就跟女明星發生爭執 那女的曾經向她吐口水 也就是說 原來女方也是因為向前女友 兼是畫家攝影師師報而被捕 即是說那女的 原來本身也是有些暴力傾向 很多這些種種已經證實了的事情 根本就是對女的已經相當之不利 那女的在庭上就說 其實她自己不是唯一的受害人 也說她的前老公是曾經對她的好朋友 推她下樓梯 整件事也引起大眾嘩然 為表清白 那男美律師團隊就決定去找 被你滑下的女人上庭作證 這位作為最強女證人 上個星期就以視像形式出庭 因為這女的說話是很有力的 即是說有啊有啊她推我 或者說她沒有推我 她會直接影響整件案件的結果 最後這個女證人 既然是個男的律師團找得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她當日就用視像形式在庭上力證 就說沒有啊那男的從來都沒有推我下樓梯 結果用短短幾分鐘 所有女的那些所謂的證供 已經是完全推到碎了 就著這件事 即是女的之後都免得 就是說逐樣逐樣去回應 因為說謊 說謊被人踢爆了怎麼回應呢 那她就統一地用一個因果論去做解釋 就是說 沒辦法的 那男的是很有權勢的人 很多人是為了討好她才出庭做作工的 所以就是為了討好她 希望將來有得繼續做 所以說的所有事情都是偏向她 甚至乎不惜說謊 去抹黑我 總之就是說到 因為前夫勢力很大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對她很不公平的 其實放在這個世界上來說 她說的這番話都可以是真的 但是 你說一兩個謊話 大家有質疑的話 那可能真的有人造假 可能真的有人權勢韜天都不頂 但是當這麼多謊話都被人踢爆了的話 究竟是不是說勢力就可以解決一切呢 因為她本人 你猜你是平民嗎 你也是荷里活的大明星來的 你不是也是同樣有權有勢嗎 你當初 16年 不是18年 扔去華盛頓日報那篇文 搞到人家沒有工作做 沒有公開 理論上來說 你現在還要拍完水行合2 理論上 女兒應該才是再有權勢的人 所以她自己說 因為前夫有權勢 所以令到她很多證據 很多人故意說謊 屈她這件事 其實根本就不成立了 剛剛最初跟大家說了 這場官司究竟誰勝誰負 男人只賠兩百萬美金 女兒實際上要賠一千零三十五萬美金 另外還有後面很多律師費都還沒計 關於法庭判決出來之後 有很多人都去做回應 包括男明星 雖然她沒有到場親自聽取判決 但也透過IG發表聲明感謝 六年之後 法官終於還了我一個清白 自己由衷感謝 亦說這些是自己欠了自己的小朋友 以至一直相信自己的人 亦說自己知道終於可以做到了 還到清白了 至於女兒 她是現場去聽判決 她對於結果表示相當失望 她說自己的心碎了 就算有堆積如山的證據 都不能足以去抵抗我前夫這些 不成比例的權力和影響 她說自己感到非常失望 這是重大的挫折 時間倒退 成為一個女人 去為自己發聲 就會被公開羞辱的年代 推翻了應該認真去對待 婦女發言權的一些想法 很難看 其實人是傾向會站在弱勢那一邊 例如說是女性 小朋友 並非大財團 之前也有很多坊間消息 就是這個女兒 曾經為了想拿光環 諸如此類的什麼 很喜歡去扮弱者 但實在太多太多謊話了 你說有光環還不重要呢 光環是一定重要的 但是太多謊話 只會讓自己的光環打碎 而且打碎不止 這些光環反而會成為自己的緊箍咒 反而會對大家不利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 原來一個人這麼有錢 這麼有勢 而且這麼聰明的情況下 都會去做一些不合理的行為 其實你在2016年 你都拿到700萬 還是600萬 然後你也成功能夠對自己的前夫進行抹黑 其實去到這裡 當你不再做任何事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一個大贏家 當時他還可以跟世界首富Elon Musk 一齊 還有 就算他在之後說謊 只要他不是去到這麼過火 他不是把事情被迫要罵到法庭 不是說被迫要去這個男明星 去告上法庭的話 其實都不會說有這麼多謊話 是會被人踢爆 甚至乎說 你當初答應了捐錢 但你一元都沒有捐過 老實說 如果他不上庭的話 哪有人可以把這件事作實呢 就算有人出來說 他們都可以說法庭未認證 怎樣怎樣怎樣都可以把他推出去就算了 但這個女明星是完全就是說 即是他就主動遼事鬥非 別人去告他 然後他還說要去反告別人 拿回一億 結果現在偷雞不成蝕渣米 說他除了要賠錢之外 有些人就說 其實雙方的律師費 他都要賠到傾家蕩產 甚至乎有些人是估計過就是說 這個女星他現有所擁有的資金 是不足夠賠償的 還有這些都是說表面的數 因為之後 對於這個女明星來說 相信會有很多電影公司 很多廣告代言 是會根據一些合約 去向他進行一個控告 因為畢竟他的肩膀臭了 而是令到他所代言的品牌聲譽受損 即是相信這些大明星來說 他們那些合約一定有寫相關的條款 即是去保障雙方的權益 即是沒理由我用幾千萬美金 請一個 即是 即是荷里活大明星幫自己代言 沒理由就是不會簽一些 是為自己保障的合約條款 如果不是 為何要用這麼貴去請你 對吧 所以這個女明星 就期待看看他的下落 不過當大家以為這件事 那一段落的時候 這個女明星透過他的發言人 是向傳媒表示 他就正在計劃上訴 大家都知道 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但凡這些世紀案件 你一說要上訴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流程走下去 可能會拖成三四五年 之後這件案件才會再去判 才需要真正去掃錢 因為當這件案件仍是上訴階段 有很多的 例如說廣告公司 和電影商的公司 就不可以因為他的形象受損 去對自己品牌造成影響 而去叫他賠償 因為現在法庭還未真正判下來 所以就可以讓他繼續拖 還有如果真的有電影公司 或者廣告商 去對他進行一些起訴行為 那麼 鄭仔相信憑著這個女明星的性格 一定會反過來 去侍應那些廣告公司 就是說 法庭還未判 現在你告我 我再告你 你叫我賠500萬 我叫你賠1億 然後又繼續去玩這些法律遊戲 然後又說 哎呀我單身寡女又被人欺負了 荷里活果然都不是一個 被我這些弱流女子去生存的地方 我對這個世界好失望 大概都是這樣 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今天是說娛樂新聞 所以我才用一個比較輕鬆 或者比較瘋狂的方式去做演繹 如果各位不喜歡 或者真的覺得很反感的話 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會看看 怎樣去想想自己的表現方式 好了 今集的國際娛樂新聞 就到這裡 相信這宗新聞 在之後這個女明星上訴之後 應該都會有很多花生吃 到時再跟大家慢慢跟進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好,就這樣 拜拜